字幕 李宗盛 這裡寫得很重 好重然後很密 只有這裡稍微輕一點 這裡又靠近 這裡又拉開 拉開這邊又開始重了 輕輕重重動重輕輕的 就是控制你的頂上去 撇下來稍微勾起來 尖尖下去 胖胖的拉拉尖出來 所以練習什麼 練習用筆的能力 靈鐵的目的是如此 不是說這個字鐵非練不可 而是每一個字鐵 它都有一種特別的能力在 大書法家都有一個特別能力 這特別能力是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寫下去你就知道原來它這一方面很特別 那我們來看這個 那這個就覺得上面這個是比較扁 上面拉的比較長 這叫造型 然後上面是重的 下面輕的 然後越寫越什麼 越寫越輕 所以這個輕 那輕的話你就要輕 嘴巴說輕 手上也要變輕 那你說老師你是不是寫太輕 寫太輕沒關係不重要 重要是你有沒有做到你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寫輕 它確實輕了 那你可能說啊老師你又跟字鐵不一樣字鐵沒那麼輕 那你管我我就寫輕啊 我就是要寫輕啊 我做到了 然後這叫我要寫窄 我要寫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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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老師你比他窄 你管我就是要寫窄 那我這叫小寫緊 我就寫小小的 緊緊的 什麼叫緊空白中 空白很少 空白很少 空白很少都被我擠死了 然後細我要寫重重的 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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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面很重的 然後再寫扁的 然後再折下去很重的 就是說我嘴巴在講的 我手上做得到嗎 這就是能力 不要嘴巴講一套 做做一套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要寫窄窄的窄窄輕輕的 我要寫重重的緊緊的 我要寫扁扁重重的 那我都做到了 那這個就是靈鐵的目的 那你說老師你跟字鐵比 你太扁了 你跟字鐵比它太緊了 你跟字鐵比它太緊了 我覺得在學習的過程中 經常會先過了一點點 然後再拉回來 不要想要說一下就剛好 我寫得跟它剛剛好 那不可能 通常尤其初學者都是差很多的 差很多是跟它差很多 在外型大小粗細都會差很多 但是要隨時提醒自己 因為外型大家都看得到 粗細大家的對比都做得不好 大小粗細都做得不好 這沒有辦法 因為大多數人只注意外型 他沒有注意到跟別人比較 寫行書一定從頭比到尾 凱書我不會這麼說 行書都會說你給我從頭比到尾 不能有一刻鬆懈 像是重的是緊的 再拉長的 上面開始放鬆的 然後再拉開的 然後再拉開的 然後鈍的 鈍得起來再點點靠近 讓它凝結的 一定要把這些 行書的要素表現得非常清楚 這才是行書 不是把楷書寫快叫行書 那兩個架構完全不一樣 好 So 他的木這筆畫常常寫得很重 又很長 交錯是在右邊 右邊這邊交錯 左邊這邊特別長 這是他的習慣 那是不是每個都如此 其實每個都如此 只是差別 也沒那麼大 有些差別小一點點 那也是如此做 很多做法 其實鈍 書法家做起來都差不多 但是在 差別在於他的誇張度 松 鈍 江 小 支更小 支更小 好 好 好 那 這個爐直接 鈍下來 好 寫字就是方折圓轉 圓轉方折 這斜度縮緊 縮緊 張開 這是 梳梳 張張張張張張張 縮縮 你要把這個 線條啊 我們講 書法最重要就是 除了外型以外 就是線條 因為一般人對線條的 敏銳度不佳 主要因為練得太少 練得太少 對毛筆的那個彈性啊 運用啊 不行 因為有些毛筆軟 那你就要慢一點 有些毛筆硬 你就可以寬一點 不同毛筆 要不同速度 還有不同紙張 這再說一次 到這裡不用再點了 他的習慣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一定要記得伸長 如果你縮短了 這裡就要點 事實上 他是不點的 哇 這都連著寫啦 連續是三個而已 然後我們把這三個連著寫 寫字要有點概念 哇 我下面要幹嘛 那字條寫給你看呢 你還不會 那我也沒辦法 那比如說這個是乾筆 在寫 那你記得嗎 我們說上面可以伸長 然後交錯呢 交錯要再偏低一點點 上面要長一點點 按這縮小 縮小縮 縮勒 縮好像感覺也是縮小 然後得呢 得稍微開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特別的大 連續三個啊 就有點沒水了 那這裡就沾末 看得出來他有沾末 還不小心 可能手碰到 或怎樣 有點滲到下面來 所以這裡確定有沾末 有沾末 沒沾末 請您看得出來 因為跟前一個字的 墨色比較 當然有時候因為寫得比較慢 墨色感覺比較多 這都有可能 不過就是想辦法表現出來 就對了 呼 感覺還蠻重的 那這筆畫不多 但是寫得蠻重的 也就是一直重按 抬高 壓低 拉平 有點弧度 那呼是比較重 龜 龜的話 這邊稍微張開 但下面打叉的地方偏低 打叉不要一直在中間 我們寫字 事實上是有點疏密啊 不是你想著說 它一定要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是不好的 為什麼 你想說龜如果說這樣起來 然後再龜打一個叉這樣 平均分配 把這個間隔都弄一樣了 這又不是在畫 又不是在畫什麼東西 這感覺很怪 一般都深深縮縮啦 大多數人寫字都太規矩了 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這把尺其實都是平衡的 可是書法家這把尺啊 跟你不一樣 它都是在動態中求取平衡 就看起來 看起來是歪斜 但整體的字是 看起來是平衡的 跟那個會跳舞的舞者一樣 不管它怎麼扭動身體 永遠是平衡的 不會扭一扭自己摔倒在那邊 笑死人了 那不可能 那我們自己扭一扭就可能 扭得這樣 這裡痛那裡痛 然後姿態又不美 這就是要技術 技術是靠什麼 訓練出來的 所以我說書法是什麼 技術活 很多人有說 沒有沒有那有些人什麼 天眾英才 我聽他在吹牛 為什麼 你有看過哪一個運動選手說 我是天眾英才都不用練習的 怎麼可能 像我喜歡打乒乓球 哪一些乒乓球的選手 哪一個不是練到 真的是成精的 哪有什麼天才 都是天才加苦練 沒有天生說我天才 我練一下我就會 我就會注意打了 打天下 沒有啦 這都騙人 所以書法絕對是技術活 千萬不要想說 哎呀那個 可能他比較天才 寫了一下就會 沒有那一回事 不過如果是天才來練習的話 那當然他的成就 會比我們高 那如果我們是普通的才女 我們就可以寫得不錯 但是沒有辦法達到像 像什麼像趙孟弗啊 那些文聰明啊 這種五百年才一見的人 這種我們不會是這種人 但是我們可以寫得很好 倒是不用懷疑 有多久 有 這個一定要晃起來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應該說 從王希致以下 都是如此 大家寫一 我都喜歡晃得很高 因為你看那個極致聖教序 就有這個 繞動的動作 大家都喜歡這樣繞 他喜歡左邊壓低 右邊的右邊為了要平衡 所以他會下的比較重 刷的比較重 有多久 那看起來90mm的 長是舒朗的 然後他是乾的 所以不要去沾末了 因為我筆如果不夠乾 我就會幹嘛 我就會寫快一點 這沒辦法 有時候筆真的是不聽話 那幹嘛沒那麼乾啊 沒那麼乾 可是字體也是乾的啊 那我只要寫快一點 所以快快慢慢 那乾乾濕濕 這個都是要隨時注意 那你就表現出 他乾燥的樣子 那這個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 那你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 把毛筆刮乾再來寫 當然也可以啊 哇 那支酒 那支酒也是繼續乾 但是這裡面開始要做什麼 不要說 不要因為乾了 所以就亂寫 乾的話這些 筆觸啊 這些該做的筆尖啊 還是要做喔 你不要想說 我乾 一支筆乾乾的 破破的 我就讓它破破 這樣亂寫 不是啦 那雖然乾 可是毛筆的筆封 還是可以控制的 不是那種失控 然後到最後不知道 在寫什麼 不能這樣 這就是要練習 控制毛筆的能力 那這裡就開始可以又沾末了 沾末 沾末 沾的不夠多 沾的不夠多 它就會 看起來又是乾乾的 那沒關係 沾的 想要表現濕比較容易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慢慢慢慢慢慢寫 濕的話慢慢寫 它就濕了 乾的話就是 可能要快快寫 那快快寫 就變成你控制的能力要好 好 這裡是不太張開的 為什麼 因為下面這個字它才要張開 這裡縮緊 然後這裡要張開 那總之說 上面這個是窄的 這是扁的 這是張開的 這個外形上是有差距的 或者是沒有差距的 我有一個 有差距的 要不快 要是走路 好 有差距的 有差距的 就是 爲啊